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吳部長 委員你好 部長你好 這幾天當然大家都很關心現在保留的事情 因為最重要 除了自己磐石劍的染疫問題 以外其實現在保留那邊的狀況 大家都也很關心 最新的消息看到是 我們在那裡的大賽館跟我們的當人 還有那裡的完工 減染的結果都是陰性 他們接待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是陰性 所以不知道現在最新的保留那邊 他們的輿論和政界的部分 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他自己感受認為這個病毒 到底是怎麼做的 葛委員報告就說 這個檢驗的過程還在持續當中 我們所提供的這些能量 就是讓我們的新光醫院 所提供他們醫院的這個能量 是可以檢測到一千人 所以應該是不錯 還會持續再做檢測 到目前為止都是陰性 但是還有一些人還沒有檢測 我們會持續檢測下去 檢測過的還會二彩三彩 我們目前都是一彩 而且看他們有沒有症狀 因為我們大使館的同仁 因為跟他們接觸最密切 所以大使館是全部採 那都沒有問題 身體也沒有任何的症狀 所以這個一彩應該就已經足夠了 那那個薄方的所謂的工作人員 實際上就是去上船去檢測他們 那沒有問題可以讓他們下船的這些 很親密接觸的這些人去做檢測 那到目前為止都沒有 那帛琉方面他們認為說 他們到目前為止零確診 他們是感到非常的自豪 那到目前為止他們也會認為說 他們的防疫的工作還做得不錯 是這樣就好 因為主要曾在這次方法 還有還有衛服報的時候 其實也有說到 就是說其實現在還沒有 這個指揮中心也還不完全排除說 有可能是在臺灣的時候 228這個磅咖的時候就有非常可能 當然也沒有拜託說在帛琉的時候 感染的可能 都有啦 所以說這當然還沒調查出來 我昨天才跟陳部長有很簡短的談話 他說那個在檢測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理解 所以我是怎麼說要接近這個 因為我認為說帛琉 我們這個檢驗的能力還有有材料 其實可以二減三減 把事情也要離得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我們自己的這個磐石劍上面也是有的是二減 第一次檢驗之後接著出來 也有那種沒法消的 沒有症狀都有 所以說那那個冷冷有夠的時候 我政府要再檢驗一下 把這個事情離清 好 當然我也願望說不要讓他們那些人有五歲 我們像洞罪說絕對是他們那些人打過 我們也是很麻煩的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外國部 自己那樣 這個我們很小心拿 是是是 謝謝我 我帶來就是這個梵蒂岡的事情 我相信也有人問到 是不是這個部分 可以請部長稍微說一下 我們現在跟梵蒂岡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是 那個有關於梵蒂岡的這個報道 是兩個禮拜前的這個報道 我們就去仔細的去求證 那求證出來說這個事情不是真的 那在昨天前天 梵蒂岡的發言人也有正式出來否認 他說這個是空穴來風 所以這個部分並沒有這個事情 那我們跟梵蒂岡之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大使館在那邊非常的活躍 那他們駐台灣的這個大使館 跟我們之間的這個關係也都非常的好 那有時候那個教廷 他們需要去做一些人道關懷啊等等的 那我們台灣也都會協助 所以雙方的溝通或者是雙方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都還維持得很好 對 但是其實 梵蒂岡他在他跟中國的關係 當然也是越來越好 你看他日月的時候 他也是算幾十萬的這個 這個梵蒂岡去給中國嘛 那接下來中國的這個日程 比較有這個控制之後 也是中國還送梵蒂岡 還有這個手錄上去給梵蒂岡嘛 所以說 現在這個教廷 當然 芳濟哥當然 他本身 他是很願意說可以跟中國 怎樣讓中國的這個宗教 可以正想法 自由法 自由法是不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是不知道啦 當然我們有看到說他對中國是比較優先 我是願望 我在這裡要是要提醒外交部 就是說 我們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要是要很生理的 就是不要落下去兩個中國 一個中國的這個陷阱裡面 我們應該就是要跟他說 就是說我們也是 樂見中國的中國 如果可以自由法 正常法 他們的基督都可以正常法 跟其他的國家一樣 那如果這個 教廷跟中國的教養 如果可以也是正常 不是說受到中國的控制 我們不一定就要插手嘛 但是 不是說叫你一定要兩邊 經常我們跟你的這個優宜也很久了 告慮到台灣人的心情 所以說 不要讓他動罪說 我們在這個八頁 我們跟他的這個關係的過程中 只要是要他們兩個要選一個 不是台灣就中國 不是中國就台灣 那是既有一個中國的領袖 我們只要自己認為自己代表中國 我們怎麼在這個過程中 那也是要靠部長去拿捏 說話的時候 包括我們豐盟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弘動 就是說 我們一方面 他們要支持中國 也要宗教 要自由化 認為說 教廷在這個過程中 可以扮演一個很正面的 正面的這個角色 那 樂見 如果是推向宗教自由化 而不是反而壓制他們本來的宗教自由 我們都很樂見 但是 不要犧牲跟我們的關係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新的這種的論述 這種論述 要拜託外國保隕 外國保隕 我們裡面那些官員 是過去很關係說 跟中國是真一個中國 所以我在這裡已經 不再說過一次了 一定也說 我們這個論述給他 可以有一個方向上 要能夠有一個新的這種 台灣中國 不是說一個二選一的這個選擇 謝謝委員的建議 其實我相信委員對 現在的外交很重視 我們都很感謝 但是現在對那個外交 我們的說法 我們的想法 我們對外說的 我相信委員 我們有感受到 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 看到九州跟中國旗艦的交流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說中國的忠告自由 還是說中國的他們的教導 可以受到保障 所以這部分請委員放心 是 就是說 對 我相信部長就是差不多 說到兩兩我剛才說的重點 我們就是說忠告自由 我們就是說他們的教導的這個 這個管理 不可以犯犧牲 我們不是說 你只要一定是要 搶一個來代表中國 不是你說這個 我們不要再 繭對那個部分 出過的時候 整個分不清 台灣和中國都南做好 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 最後當然是一個 這個WHO的 這個參加 WHO的這個事情 當然 今年的WHA 到底會開 你認為今年的WHA 現在的進行的狀況 會成為什麼 今年我了解的是 5月10月 會用線上的方式 那個時間其實是很短的 那所以 應該是3個小時左右而已 那如果說這種狀況之下 要我們台灣能夠當正式的 觀察員 他那個機率並不是很高 但是對我們來講就是 不管我們能不能正式的 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加 我們該推的 我們還是要推 我們該努力的 我們還是要努力 包括透過那個 理念相近國家 替我們去進洽 或是理念相近國家 對外來講 或者是說我們的友邦國家 或者是全世界各地的 有我人士出來講 那這個我們都在努力當中 是 因為這我前面也有說過 就是因為現在 我們平常也是我們自己 每年到五月底的時候 我們在公圍和醫療方面的 跟其他國家的交往 也是一個例行性的事情 就是說 獨算沒有在WHA裡面開會 我們也都已經有例行性 跟不一樣的 這個國家多方論壇 在那個時間就要去行 所以說 如果他們有在去行 這些論壇 我們自己要怎麼 本來有跟其他的國家 在這個時候有來往 尤其因為有這些來往 可以登上這些醫療的媒體 在那個時候 應該要有那個能量 應該就要想辦法保持 不要說他們自己在那裡開會 我們本來是因為 它是實體的會議 所以說我們會在酒餅也要辦 我們自己的會議 現在他們 視訊要還有 我們就 視訊也沒有了 實體也沒有 我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就是自己本來有的 這個已經 管理的年度的 這個會議 怎麼跟其他的人 因為這也是一個國際曝光的機會 那這個部份 亂說外交部 可以維持 我們都在規劃當中 像那個 之前 都有一些雙邊會談 那 那個 這一次沒有辦法到日內瓦去 但是我們的這個雙邊會談 還是會透過視訊的這個方式 來進行 都有在規劃 好 是好 這樣保重加油 好 謝謝 謝謝